大家好 歡迎來到日根食堂 看到我們現在的畫面 應該知道我們去了旅行 我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一下我搭的飛機 亞聯遊航空 介紹一下他們的飛機餐給大家看 有興趣的話 記得繼續看我們的影片 繼續看我們的影片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Like我們的影片 和留言給我們知道你的想法 好了 我們準備起飛了 現在就和大家介紹一下我的亞聯遊航空飛機餐之旅 究竟我這一程吃了什麼 總共有多少餐呢 我這次的目的地就是康城 我需要轉機 所以我總共要搭四程機 現在我就在這裡等到我的第一餐 簡單科普一下亞聯遊航空給大家知道 其實這間航空公司 就是中東地區最大的航空公司 它會提供來往杜拜的民航服務 在1985年成立 所以現在大概是40年歷史 現在說這麼快就已經吃第一餐 大概起飛一個小時左右 今次這個是一個小食來的 未算是一個正餐 也有兩款食物給你選擇 一是漢堡 一是三文治 我自己就選了一個三文治 這個小食餐還會包一杯飲品 和一塊曲奇餅 我睡醒的時候就非常肚餓 所以我就去吃了一個公仔麵 亞聯遊航空如果你覺得肚餓 是可以跟空服員說 要求一個公仔麵 我吃了 不過太累了 忘記了去認 到目前為止我吃了兩餐 淋降落之前兩小時左右 我就會有一餐剩餐 這一餐剩餐 一瓶水 一杯人品 一個麵包 一個甜品 一份水果 還有形形色色的餅乾 零食 巧克力之類 當然煮食 可以給你選擇 大概是兩款 基本都是粥 意粉 或者是飯之類 這次我選了一個雞粥 其實看上去也算是不錯的 這個飛機餐 我吃完的感受 也是覺得這餐真的蠻好吃的 特別是這個娛樂 我吃完是很想要多一個 這個雞粥在飛機上的味道 都保持得不錯 起碼我先吃到雞味 我由香港去杜拜機場的這一程 我就吃了三餐 基本上在機場我都不用吃東西 因為我還是很飽的 轉機大概三小時 我就在機場逛了一陣子 以後會有新片給大家看看 杜拜機場裡面有什麼玩 看啊 吃的 我繼續給大家看我之後的飛機餐 第四餐會是我上機 大概一小時左右就開始排發 這次我叫了紅酒 沒錯啊 聯油紅空是有酒類提供的 它還有一些小酒版 大家也可以問空姐他們拿 這餐很開心啊 因為我看到有芝士 我本人很喜歡吃芝士 不知道你們跟我是不是一樣呢 這餐仍然有甜品 前菜 包 巧克力 仍然有兩個選擇 一是飯 一是麵 這個薯仔沙律 不過不失 但是我要重點推薦這個布丁 非常之好吃 這個巧克力布丁 我吃完之後 簡直想買 是這麼好吃的 在飛機上面來說 你還可以吃得出甜品 這麼絲滑的一個味道 而且甜味是剛剛好 我覺得這個很難做到的 真的非常之正 相比之下 飯就比較普通了 但是也算不錯 大家再看一次 你們覺得我這個飛機餐 是不是算很多東西吃啊 吃完沒多久 然後聯油又給了一頓零食給我吃 我這次就選了蘋果批 然後呢 還會包一些飲品 一個小蛋糕 其實這個時刻 我真的不肚餓 我也想不到 有一頓給我吃 大家看我的份量 其實也不是很少 還有一個月 現在距離我降落 大概只剩下一個小時 現在我吃完 我估計我今晚都不用吃飯了 除了這個第五頓 其實剛剛空姐 已經有給了一杯飲品 還有可以選擇 酒啊 奶茶啊 果汁之類的 那我就不客氣了 今次去了康城一段時間 之後也會有片出 大家敬請期待 現在就和大家看我回來的時候 又吃了多少餐飛機餐 大家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反程的第一餐 飛機餐 今次我就叫了一杯白葡萄酒 還有叫了一杯水 那餐呢 本身已經附帶了一支水 仍然都有麵包啊 朱古力啊 前菜 主菜 甜品 餅乾啊 朱古力這些都有的 我又是要一讚它的甜品 這個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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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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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飲料 嚴格上來說不算是正式的餐 不過我還是把它當作第四餐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驚喜 沒錯 我們主打一個隨意 最後就做一個總結 是我今次飛歐洲的長途航班 亞聯遊航空 總共提供了九餐給我 大家沒有聽錯 是九餐 最重要的是 這些菜品都不是難吃 搭配也算是有心機 我自己覺得這間航空公司的餐品 10分來說我可以給8分 因為以食物種類來說 我也有搭過其他航空公司 做一作比較就發現 亞聯遊的確算是多食物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非常好 我剛剛值得一讚的就是它的甜品 煮食都是不錯的 再加上這間航空公司的空服員 他們的服務質素都真的不低 空姐都真的 個個都很好笑容 服務質素都非常之好 而且還是很美女的 那些空姐 好了 我們今次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今次也是我們新的一個嘗試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訂閱我們頻道 那你的留言都可以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